做什麼呢?就是在下方做一個地圖 然後一樣可以做超連結 所以Enter一下 Enter一下之後這邊有一個項目符號 你把項目符號拿掉 再取消一下 下方按一下它就取消了 然後看你要不要自中 如果你要自中就切到CSS把它自中 我是把它放中間好了 地圖放中間 因為它自動會移動嘛 手機大小 如果是在平板 一樣也會在中間 那圖的話是哪一張? 圖的話是我們這邊有個Map 那你可以拖拉過來 或者是用插入圖的方式都可以 我習慣用拖拉放過來 按個確定 那如果圖太大張怎麼辦呢? 請你把它縮小 這地方的話 在縮小部分的話 可以再把它放小一點 因為圖 如果這麼大張 可能在 我們的手機上面會有一點過大 你要再調整 所以你大概調一下它的大小 那至於它的大小多少 大概根據 應該快沒電了 那沒有關係 再來的話 我們 還要再做什麼 就是 這邊把這個框一下 這個什麼 框大一點 也不要太大 不要超過 不要兩個點了 不知道哪一個 點其中一個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 一樣的方式就是連連到哪一個 綠島機場就就哪一個 連結 這邊一樣 連結 Page 1 Enter一下 好 那一樣的方法即時 看一下 移到這邊 有了 連結了 OK 那其他方法都一樣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看一下 剛剛做完之後的話 應該點擊應該沒問題 只是可能感覺在電腦上跑一點 慢一點 不是故障 是慢一點點 是正常的 好那這個導覽列 這個地方 怎麼做呢 之前好像有講過 不過是放在什麼呢 Head 放夜首 那流程應該還記得吧 特別注意喔 第一步要什麼 先做這個之前要先插入一個DIV 有沒有 就是先給他一個DIV 然後再把字放進來做項目符號 再針對這個DIV去做那個Netbar的設定 Netbar的設定 這樣才可以完成 所以做法上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地方第一步 請你把夜尾這兩個字刪掉 再做什麼 插入一個版面 裡面是一個DIV 這個步驟一定要做 然後按確定 直接一個DIV 再來呢 把剛剛那幾個字 放上去 就是這個 這幾個一樣 然後放在這裡面 當然你可以用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說直接貼上去 一樣 這邊的話呢 再把它改成什麼項目符號 一定要改成項目符號 HTML 這邊有個項目符號 然後如果他不是四個點 你就是再把它Delete掉 然後按Enter Delete掉按Enter 反正就是前面一定要有四個點就可以了 那在這邊一樣會出現 我們有沒有 UL 跟UL外面會包一個什麼 DIV 這個結構反正你多看久 原來他的大概是這樣的關係 然後因為本來是BR 所以你把它點擊這邊 它會變LI 本來是P 就是換斷 會變LI LI就是一個項目符號的意思 然後外面是一個項目符號的框框 那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再把它變成Netbar 現在這個時候你點擊即時的話 它會變Netbar嗎 不會 它會變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變Netbar 特別注意 一樣的方法 這個地方 當然底下 連結 一樣是要把它改成超連結 這個動作都跟ListView一樣 Page1 Page2 一起推 一樣就是再把它加上那個 超連結 那跟那個剛剛的那個ListView最大的差別是多了一個動作 就怎麼樣 插入一個版面 DIV 其他好像都一樣 OK 記得是放在Footer 放在那個最下面這裡 OK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現在切過去 它一樣有超連結 不過它不是 像剛剛橫向的 那怎麼把它改成橫向 還記得吧 1 請你選擇什麼 下方的DIV 剛剛是點UL 對不對 不對喔 記得點什麼 DIV 剛剛是用UL嘛 對不對 UL是項目符號 那我們要在 項目符號的外面 因為呢 Netbar 它必須是在 一個版型的 上面才能做一個Netbar 一定要有個框框 DIV有點像是一個 框框 一個版型的框框 必須在這個框框裡面做 才可以 好 所以呢 記得選什麼 選這個DIV 那你會發現呢 他幫我選了什麼事情呢 選了這個地方 DIV一直到DIV 然後呢 再來切到哪裡呢 切到 檢視標籤 的JQuery Mobile 裡面找到有沒有 一樣是 Data Raw 把這個Data Raw 這個的角色 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Netbar就可以了 這樣完成 來試一下 這個檢視標籤 裡面 Data Raw 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 有沒有一個Netbar Netbar 點下去 有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應該有感覺了 他幫我們怎麼樣呢 多加了什麼呢 加了這個東西 加在哪裡呢 加在DIV裡面 有沒有 實際上 你會發現 以後 那以後 你想說 老師我看久了 我覺得 我不要麻煩 再用這邊 我自己打這幾個字 可不可以呢 當然也可以啦 他只是說利用工具 輔助你 不過 我看來看去 最後的同學還是會選擇右邊的 因為說真的啦 你說 沒有人那麼 對於城市那麼熱衷 你說再厲害的人也沒有 雖然其實我寫城市 也是一種興趣 而且我寫了20年了 可能還更超過 但是你說叫我用工具還是用城市 我當然還是用工具啊 因為 沒有人那個腦袋 寄信這麼好的啦 說真的我也會忘記啊 而且寫城市很容易忘啊 之前寫的 昨天 即便是昨天寫的 今天也不太記得了 因為太多要寄的 所以我常常用什麼 用一些方法 像我為什麼會在雲端白板上面 放很多照片 很多的照相 因為我自己也要寄呀 不是說只是給你們看啊 對不對 而且眼見為平啊 我照相起來之後的話 我跟你們說也比較具體啊 如果說我沒有給你們照 那個照相下來 然後我用嘴巴講 我可能你們聽應該會越聽越覺得 太抽象了 老師你可以給我圖 所以為什麼有圖有真相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為什麼要把 聲音錄下來 有聲音跟有影像的話 連續動作 你會比較理解 所以如果我只是照片段的照片 叫你們做 你們還是會漏掉 因為有些東西不可能每張 逐張去照相 所以 還有影像 所以如果你忘記沒關 回家再把上個禮拜 影片 調出來看一下 馬上又可以恢復記憶 其實這個對我自己也很有幫助 OK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把做完之後 再來來看一下 切到哪裡呢 切到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出來了 但是呢 點擊他會OK 對不對 可是還有什麼問題 幾個問題要解決 第一個 背後有沒有 好像多一個晃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也是跟上個禮拜一樣 他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 就是在下方 好像多了一個 一個一個 把這個底下的這個 他好像會多一個這個 有沒有 這邊這個 有點換一段 對不對 所以你就把這一段 怎麼樣 把它刪掉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點這邊 跟點這邊 好像很 很接 其實他也會 這邊也會出現了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刪掉 或者你按 有不要放這邊按一個 back鍵 backspace back 倒退鍵 這樣就好了 那你再切過來看一下 其實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樣子 已經有感覺了 不過 當然 你會發現這個效果 還是感覺 有點 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 這個效果 就是 還是沒有圖 而且沒有顏色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我們跟上禮拜一樣 再加個圖 那加什麼圖呢 比如說 這個地方 我希望 在每一個個別 加不一樣的圖的話 點他之後有沒有 點第一個綠島 比如說綠島 我希望放個什麼圖呢 比如說我希望放一個叉叉 因為 其實用叉叉好像沒得選 為什麼用叉叉 因為沒有 就這麼多圖 那這個圖 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其實在102的這個 雲端的白板裡面 好像就有那個所有的圖的那個 這個 有沒有 就是icon 就 這17個啦 那你想說 有沒有可能增加其他的 當然可以 可是 還是 這個還是要到 JQuery Mobile的官網上面 他有教怎麼樣增加 icon 不過好像有一點難度 可能我們這一期應該 沒有沒有沒有辦法 所以如果我說 你自己去找找看有沒有什麼方法 因為你Google一下 應該有答案 然後 然後你就把它加 如果說你加上來App 如果看到有 除了這17個按鈕以外 還有 別的按鈕的話 那我一定會幫你加分 OK了解意思吧 但因為沒有膠但是你又把它做出來的話 那我會覺得 這不錯 OK 不過我想應該有點難度啦 可是App的可貴就是我跟你不一樣 對我如果每個都做一樣的話 那其實沒什麼 有沒有辦法把它 或者說 五種顏色 你有第六種以後的顏色 我也會給你加分 為什麼 因為 我沒想到你居然可以做出來 你真的很棒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加一個 XX好 綠島 然後 大概就幾個嘛 一個是XX 一個是Grid 一個是這什麼 這個應該是 Minus 還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一個Home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對應這邊 Minus OK 然後 然後我們就只要 一個一個把它加上去 這個的話是一個 減 那怎麼加呢 有沒有要放在綠島機場 Data Road Data什麼呢 應該是Data Icon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Icon 有看到一個Icon Icon 你把它選一下 那比如說這個是一個Delete 所以你就把這個地方改一個Delete 這個Delete的效果 當然如果說你不確定對不對的話 你可以再及時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Delete出現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南寮漁港要做一個Grid Grid的話就是一個 一個 應該是 Grid是一個表格的 表格的 那 再來這個是一個 Minus 就是一個 Minus M開頭的 就是一個 減的符號 然後 然後 那再來的話 這個用一個什麼 這邊 我有點忘記了 用什麼 這個 切過來看一下 一個Home 比如說我這邊用一個Home 那你就點下去Data Icon 選擇一個Home 有沒有 那所以這邊總共會有17個按 17個Icon 反正就這麼多了 如果你要再增加 一定有辦法了 各位可以找一下 不過網路上我發現 好像目前Google的結果都是英文的 因為好像國外的 才有在Job OK 這裡的話呢 我們按即時 有沒有 我的效果就做出來了 那另外就是說 顏色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變更 不過顏色好像就是那幾個顏色 假設我綠島 最好是可以給他一個綠色的 最好了 不過 很抱歉這邊沒有綠色的 所以 綠島的話怎麼辦 用原來顏色好了 南寮漁港 假如說我給他一個藍色的 比較有藍色的感覺 然後海參瓶的話給他一個 什麼顏色呢 給他一個 銀色好了 給他一個白色好了 那這邊給他一個 朝日溫泉給他一個 黃色的好了 然後綠色的話 比較偏 好像也沒什麼 黑色好了 OK好 按一個即時 再給他不同顏色 有沒有 這樣感覺 就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那顏色怎麼搭配 我想 各位可以用自己的 視覺效果 做完之後點擊他 看看能不能連過來 可以 再把他back回來 back回來 可是你會發現 一般的那個 手機裡面 他們的每個 夜尾都會是長一樣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切到什麼 綠島機場的時候 請你把剛剛的那個 首頁的 那個netbar 搬到這邊來的話 那你也想說 老師那是不是說我剛剛的動作再做過一遍 是不是就可以了 當然可以啊 可是這是比較笨的方法 比較聰明的做法 怎樣 把整個城市 搬過來 不是比較快嗎 就不用重做了 不過有點難度喔 你不要選錯了 選錯的話 假設我要把 剛剛的夜尾 搬到哪裡呢 搬到 那個其他的夜尾的話 特別注意 要怎麼搬 有個技巧 第一個 選的時候有沒有 記得選什麼 選他的foot 有沒有法foot 你油標放在這裡面 上面有個標籤叫foot foot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他會把整個foot 選起來 就是他夜尾 記得不要選錯了 選錯了就破功了 不然如果你沒有把握 乾脆你重做好了 但是你特別注意 就是foot 選起來就按Ctrl C 複製對不對 Ctrl C就複製 切到哪裡呢 切到那個 綠島機場的foot 那些油標放裡面 再點這個foot 這個時候點錯了 因為他現在有沒有顯示成什麼 Page 你不要這樣 高興貼上就完蛋了 記得 再點一下 確定就是你要點對foot 那怎麼確定 其實你會發現油標放在 這個foot的下方 有條紅線 有沒有 這個地方點才會比較正確 點一下foot的下面這個紅線 這個時候呢 就OK的把它貼上 OK 完成了 組裝上去了 這很重要 如果你做錯的話 恐怕就全功盡棄了 我們來切過來看一下 切到即時一下 南寮渝港 有沒有 下面也有了 做一次 然後呢 底下的那個海參瓶一樣 這個油標放裡面 這一條線點一下 記得是foot框框 貼上去 然後一樣 這邊 葉尾 再點 這個點錯了 這個 不是很好點 有沒有 這個很容易點錯 又點到上面了 這個有時候 這個點半天有時候點不到怎麼辦呢 就有個方法 如果你點這邊點不到 還有一個方法 請你點下面 的這個DIV 也可以啦 有沒有 因為有時候點這條線 你會發現有些時候點100次還點不到 乾脆點下面這裡 不過前提是油標放裡面 油標放裡面 它就會有一個DIV 其實foot也是個DIV 你就再點這個DIV 點這個DIV一下 貼上 保證就正確了 這個我想 方法很多啦 反正哪個方法比較好 你就用那個方法 你看現在點的到了 剛剛點不到貼上 好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回到首頁 點吉他 即時 看一下 綠島機場 下面有 南鳥魚港 也有 海參坪 也有 昭日溫泉 每個都長一樣 那感覺就很統一了 對不對 我想以前很多App 都一直做這種效果 只是說他們有icon 是自己 自己做出來的 然後顏色也是自己搭配的 會變得很漂亮 很專業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 你通通做到位的話 我相信 這就是你的賣點了 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 甚至可以接 Case OK 幾個同學的話 還可以 就是說 做一些demo 給廠商看 因為你可以先做小的 就是一般的小公司 可以接按 真的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需要顧問的話 可以找我 沒關係 我可以提供各位 如果你在有些 搞不定的話 因為我對這 還蠻了解的 這個是真的是可以做 微型的創業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是真的可以賺到錢的 這我敢跟各位保證 因為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 做了哪些動作 我再把重點回覆一下 第一個 就是這個 那裡面記得要先插入一個DIV 再加入這些項目符號 再把那個DIV選取 選取的方式 你可以選下面DIV 然後再做NetBar的設定 並且把這每個icon 都變更 再來顏色也變更好了 並且把這個NetBar 要不然應該叫Footer 把它貼到每一個上面 這有點難度 不過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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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